我的世界但是可以升级TNT 在本期的趣味通关中 Taple老哥可以引爆具有各种奇怪设定的TNT 每种TNT都会有不同的爆炸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 老哥能体验完成所有TNT并通关游戏吗 游戏开始他非常幸运出生在村口 于是开局还没10秒就得到了食物和避难点 顺便也制作了实质工具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老哥真正想拿到的是TNT 而且是一大堆TNT 大家都知道TNT这种东西非常难以获得 想要得到有两种方法 一是掏苦力爬妖子得到火药手动合成 二是找到沙漠神殿直接搜刮箱子 但是需要运气 但为了大家观看视频的体验 老哥为本次的游戏增加了一次自定义合成 这样可以轻松获得大量的TNT 你们也可以猜猜原材料是什么 用煤炭烧制原木即可得到木炭 然后用煤炭和木炭间隔摆放即可得到16堆火药 就连工作台都用不上 之后再挖点沙子就可以制作TNT 这是最普通的TNT 想要升级TNT老哥就必须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 就是利用手里的TNT炸掉给定数量的方款 例如现在开始升级到一级TNT 需要炸掉25块石头 50块原木 75块树叶和100块尼口 轰炸了几次下来 老哥觉得单线程的火药生产效率还是太慢 于是立即决定多做几个熔炉扩大生产 就这样 老哥一连制作了8个熔炉 火药的产出速度已经满足他的需求了 此外制作TNT还需要沙子 手动挖掘太慢 于是选择使用TNT直接轰炸 再用轰炸掉落的沙子来制作TNT 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从这边的沙子里的沙子里的沙子 我们从这边的沙子里的沙子里的沙子里的沙子 技术已经增加了 好的 沙子已经完成了 我们只需要10沙子 就这样 老哥的TNT成功来到了一级 升级到二级 则需要炸掉75块沙子 50块仙人掌 100个高草和25块煤炭矿 看来老哥必须去趟沙漠 而且方块似乎在变得越来越不常见 话说回来 老哥还没体验一下 一级TNT到底有何功效 DNT Do something for us please oh god oh wait i just i just healed my health was down one but now it's full wait a minute come on let's test something real quick if i just go and take a bunch of damage like that for example let's say we just go back up here real quick you know and just made some sort of weird contraption like this and then we just uh that's just fun i mean wouldn't this mean we'll just go and take HEALTH WAH WAH 原来一集的TNT炸到玩家之后 玩家就会恢复血量 但是只有一丢丢 之后老哥开始寻找沙漠 在这过程中碰到了目标物品高草 于是直接开炸 一下就炸掉了32根高草 看来这集的任务也并不 高草的任务轻松完成 下一个是煤炭矿和沙子 下一个是煤炭矿和沙子 right here and just lik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bang oh my gosh the sand has been completed 仅顶须一发就完成了沙子任务 而且还恰好炸出一片霉坛 Polar is done nice 现在的任务仅剩50个仙人掌了 老哥跋山涉水 耗时两吨半终于找到了一片沙漠 这些仙人掌 零零散散的树立在沙漠各处 看来老哥得花费一点时间了 tnt成功来到第二集 升级到第三集的任务是炸掉25个红石矿 75块黏土 50个枯萎的灌木和100块砂石 在开始任务之前 老哥依旧要检验一下第二集tnt的效果 看来第二集的tnt可以让被炸到的玩家随即得到一种增益效果 于是 之后老哥又准备了大量的tnt开始了第三集的任务 首先是枯萎的灌木 在轰炸灌木的同时还会意外炸到沙石 而且非常简单 要先弄破坏的地方 砂石和枯萎灌木轻松搞定 接下来是黏土 这种方块很大概率会刷出在水中 所以使用tnt轰炸的时候稍微费点事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采集完黏土放在地面上 其实老哥做过测试 轰炸之后任务进度并没有变化 看来任务要求的方块必须是自然生成的 好在老哥比较耐心 黏土的任务也顺利完成 现在就差红石矿了 于是老哥一路下挖来到了地底深处 之后在寻找红石的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钻石 收下钻石之后 红石的任务也很快完成 解锁第四集的任务 很明显已经上了难度 需要炸掉50块黑石 100块砂利 25块金矿和75块下截炎 看来老哥必须前往下截了 在此之前依旧需要测试一下第三集的tnt效果 第三集的tnt可以恢复更多的血量 同时也会附加增益效果 老哥继续他的tnt升级之旅 升级到第四集tnt所需的材料大部分都在下截 但老哥现在身上一丝不挂 于是决定先装备一番再开始行动 弄到全套铁甲之后再小小附魔一番 老哥觉得现在的装备足够让他在下截吃什么 好巧不巧离他不到25米就有一处传送门一进 真是想啥来啥 于是顺理成章的老哥激活了传送门 进入了下截 首先从最简单的任务开始 炸掉75块下截炎 没想到仅用一发tnt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接下来是黑石 老哥这才发现三级的tnt炸到自己之后 自己可以获取经验值 这就意味着老哥可以轻松附魔各种装备 与此同时黑石的轰炸任务也顺利完成 tnt所剩无几 于是重返主世界再次制作大量tnt 开启第三个任务轰炸杀力 传 Moscola也轰炸完毕 现在就差金矿石了 这东西只会在地底生成 tnt顺利升到了四级 于是 老哥迫不及待体验了一下他的功效 四级的TNT可以为老哥提供额外的生命值 而且还是永久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TNT升级之后 之前的设定也会保留 所以老哥不仅能获取额外生命 还能得到药水增益和经验值 非常强大 为了不让这些经验值浪费 老哥制作了铁针并不断为自己的装备覆没 拿到了不错的装备之后 老哥终于开始了第五级TNT的任务 首先是炸掉一百只鲜花 老哥发现系统正在引导他去墨地要散 这就意味着第五级可能是TNT的最高等级了 但是还是需要继续炸话 当然想要通关游戏 烈焰棒和墨影珍珠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老哥还需再次返回下戒 TNT带来的抗火效果可以让老哥不再惧怕滚烫的岩浆 所以墨影珍珠也很快交易完成 材料备足之后重返主事件 并用墨影之眼找到了墨地要散 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顿狂轰暗炸 5级TNT的升级任务 还有一个就是炸掉25颗钻石矿 这也是最困难的一个任务了 耗时两个半小时终于将TNT升到了最高级 而老哥也是收获过风 拿到了28颗钻石 将装备小小升级了一下之后 老哥体验了这一块五级TNT 现在老哥已经拥有了全身的附魔装备 看来墨影龙又要遭网罪了 来到墨地老哥先是利用TNT将自己的状态炸满 然后用一把无限46的弓破坏掉水晶 最后再给墨影龙一点小小震 它是终于超级的 但可以升级下届传送门 升级后的传送门另一边是各种奇怪的维度 老哥能成功体验完成所有的传送门并通关游戏吗 游戏开始老哥面前就出现了一处村庄 旁边还有三个传送门排列整齐等待老哥改造 每个传送门顶上都有提示信息 标明了升级所需要的材料种类和数量 传送门旁边还连接着路路 看来是要把收集到的材料放在里面 由于三种材料都需要用到大量的黑钥匙 所以老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一把钻石稿 接下来老哥开始标准速通 仅仅两分半的时间就进入铁器时代 之后便一直下挖来到了矿洞 老哥运气爆棚一下拿到了五颗钻石 而且旁边就是已经形成的黑钥匙 真是得来全部费工夫 拉到了四十块黑钥匙之后 老哥准备升级第一个传送门 需要十个黑钥匙和十块泥土 这个土质传送门的另一边到底是什么景象 这是一个由大量的泥土块构成的事件 另外还有几只小猪 头顶是玻璃制作的屋顶 好奇的老哥决定看看能否打破屋顶去到外面的世界 第一个土质传送门没什么良点 让老哥觉得索然无味 第二个传送门需要二十块黑钥匙和一块雪 难道传送门的另一边是冰雪基地吗 I just need one snow Where can I get snow I have to go to like a mountain or something Lay down I'm back portal With my one snow Yay Hello portal Hello hello Wang Night 雪之传送门的另一边依旧是一个被鸡岩包围的区域 最中间的是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和一些圣诞礼盒 What's in the presents? There's a test down there What's in here? 没想到每个礼盒里面真的有礼物 但坏消息是所有的礼物都是煤炭 所以老哥获得了用不完的煤炭 这三个都是属于第一级别的传送门 所以老哥对下一个传送门也没抱太大的期望 下一个需要的材料是蜘蛛眼和20块飞钥匙 A spider eye with me And I need 20 obsidian Unfortunately I didn't get enough obsidian So I should probably go back to that ravine and get more Alright I'm back portal I have food for you Have some lunch Oh okay 就在这时传送门解锁了第二级的任务 另外还赠送了老哥几个钻石稿 现在三个传送门都解锁了中级任务 所以激活所需要的材料也更加难以获得了 在升级之前 老哥还是打算先体验最后一个一级传送门 自此老哥的黑钥匙已经用光 为了能更加高效地开采黑钥匙 老哥用仅有的两颗钻石制作了附魔台 并给自己的钻石稿附魔了效率二 这能节约一点收集黑药石的时间 Let's go mine some more obsidian shall we 之后老哥开始挨个头位传送门 第一个传送门激活需要十个岩浆筒 第二个需要十个生物的掉落物 第三个需要十条鱼 刚刚才爬回地面的老哥 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地下挖体 这太快了 我们现在有我们的浴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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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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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送门的另一边是一个小型的下劲 但匪夷所思的是顶部还有一块水 于是老哥做了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可以我们就像这样的 破坏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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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老哥顺势在这里收集了大量的黑钥匙 为之后下一集的传送门做好准备 之后回到主世界 老哥跟附近的生物们借了点东西之后 顺利开启了下一个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the portal real quick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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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you go nice spawner portal huh oh my gosh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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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 hey what is going on hey yo go up go up go up what is that oh one half hour one half hour oh there's bees there's even spawner that's a top that's a fox that's a fox spawner what is this what did I do to deserve this oh my gosh 状态回满之后 老哥火速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go go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go ugh 第三个传送门需要的材料是十条鱼 老哥为了制作钓杆 直接进入还未升级的蜘蛛维度 oh no oh oh just get the string ew ew oh the things I do for a fishing rod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半 完事老哥化身补育大人 开始锤钓 呼 材料全部放入之后 第三集的任务也顺利开启 并赠送了一把 效率翼和石韵翼的钻石膏 老哥一番操作得到了更好的效率 三钻石膏 下面就要去到水质维度探索一番了 在进入之前 老哥事先准备了一些牛奶 因为这个传送门 是海底神殿的样子 搞不好 那边就有凡人的远古守卫者 果不其然 老哥一进来 就被试下了挖掘皮罗 老哥目标明确 就是拿走这里所有的金款 碰 碰 冻中的 Monument 老哥继续他的奇特传送门冒险之旅 现在已经成功解锁了激活三级传送门所需的材料 除了最基础的二十块黑药石外 三个传送门还分别需要一堆火药 十块青金石 一个火焰蛋 制作火焰蛋需要烈焰粉和火药 而老哥恰巧又知道 有地方可以同时取的这两个东西 没错 就是之前的刷怪龙传送门 只不过那边十分危险 老哥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还有我们前进去 我们应该去拿点水 只要有什么地方 好,我们准备了 我没有装备 我还没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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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最好 哇,有很多东西 我认为是鱼狗人 由于怪物太多 老哥直接达到了高处 就在这时 老哥看到了猎眼人 我还看到了一个地方 它在远方的地方 在地面行走太危险 好在之前捡到了一颗木银的珍珠 3,2,1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我们等着一些冰箱 等老哥瞬移过去的时候 那只猎眼人已经被其他怪物杀死了 现在只能尝试击杀其他猎眼人 现在只能尝试击杀其他猎眼人 还在手里还有牌 哦,我还在手里还有牌 哦,为什么我用砂石 我用了一颗木银 我们必须用一颗木银 我们只用一颗木银 我们只用一颗木银 可能有一个锅 那里出现了 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认为我太远备 我只是在想要把这些猎眼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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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眼人 拿上了需要的猎眼棒和火药之后 老哥头也不回地穿回主世界 哦,不,哦,不 好,快点 好,我有个想法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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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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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合成火焰弹 现在终于可以体验一下 这三个三级传送门了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终于买到这里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终于买到这里 哦 等一下 有一个终于买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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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可以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终于买到这里 我们还可以把刀粉 我们可以带一下 这个TNT传送门一看就不好惹 于是 机制的老哥 先把手上的物品 都放在主世界的箱子里 就怕去了另一边 一夜回到解放前 什么可能 在这里 好的 果然不出所料 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维度 又收集了一些黑钥匙之后 将三个三级传送门全部激活完毕 同时四级传送门的任务同时解锁 老哥也是收到了系统赠送的效率 三副魔稿 中间的这一座叫做附魔传送门 就这样老哥拿到了大量的青金石和经验值 并合成出了一把效率似的钻石稿 之后回到主世界准备体验最后一个三级传送门 此时老哥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穿过盔甲 于是干脆发起了不穿盔甲挑战 准备裸奔完成这七式皮 最后一个叫做要塞传送门 另一边不出所料就是下届要塞 老哥也顺势收集到了大量的烈焰棒 回到主世界 将辛苦收集的烈焰棒和墨影珍珠存放好 开始着手第四级的三个传送门的材料 分别是十块猪排 十个锄头 十个熟食 另外还都需要一些黑钥匙 需要的材料虽然都比较奇葩 但是收集起来并不困难 不一会的功夫 老哥就将三个传送门全部击火 准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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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第一个体验的是黄金传送门 顺便一提老哥还拿到了一把笑日鲁的钻石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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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些金钱 我们可以拿到这些 老哥挖掘了短短两秒半 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符号 下一个是锄头传送门 好 我们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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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着大量的食物 再加上之前的金块 老哥就可以制作出大量的金胡萝卜 最后一个是堡垒传送门 另一边不出所料 就是猪人堡垒 哦 有很多的你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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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天哪 别碰我 哎呦 噢 我会准备一瓶 土豪老哥大手一挥 给在座的猪人发起了工资 拿到了大量的珍珠之后 老哥回到主世界 现在传送门已经解锁了最高级别的任务 分别需要的是 墨椅之眼 钻石胸甲 远古残骸 我还有一个古典牢 我还有食物 我还有食物 食物 我甚至能改变你 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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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herite Portal 哦 那是会超过滅 好 我们就把EnderEye拿到那里 和10 Obsidian 哦 哦 哦 那是个强烈的 那是个结局的 最后的传送能 现在就差最中间的传送能 还未激活 因为老哥手上没有钻石 只能线挖 有了食运稿的加持 轻松拿到钻石 也是必然的 现在三个传送门都已升级到最高级别 老哥可以痛快地全部体验一下了 首先是合金传送门 之后 老哥小小地升级了一下现有的装备 接下来是第二个钻石传送门 Dope to begin with 哦 那是真有趣的 另一边依旧是大量的矿石 但是现在老哥的装备 都已经是全合金的了 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于是随便收集了一下 准备当做垫脚的方块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药赛之门 传送门的另一边 就是下界药赛 诶 what if I just mind the wait it's right there that's like the portal let's just go up let's go all the way up here real quick what the heck 之后 通过方块搭路 来到传送门房间 成功进入末地 one wah oh okay we're here okay he's halfway into the dg he's bursting agai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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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the head headshots headshots oh shut the dragon now come on I'm gonna try to live shut the dragon what is that arrow doing what is that arrow what was that 在我的世界 玩家们不会有任何理由去攻击村民 但今天你有了 本期视频所有的MC生物被击杀都会掉落头颅 头颅跟特定的材料组合就能合成不同的不死图腾 不同的矿石也可以合成不死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快银老哥能否通关游戏 期间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其实这个图腾模组是快银的好友维斯送给他的 快银又在这个模组上稍作修改 增添了更多的自定义不死图腾 为了制作这些图腾 他需要大量的金钉和铁钉 之后快银制作了一些基本工具和武器 这也意味着森林里的口粮们要遭殃了 拿到一个新鲜的猪头之后 快银找到了一处传送门遗迹 在箱子里快银拿到了26颗金钉和一个打火石 然后又很幸运的找到了一处村庄 他现在的金钉足够制作两个金钉 如果在这里能搞到铁钉的话 开局没两分半就能收获一颗不死图腾 这里的铁匠很是大方 给了快银七个铁钉和一堆食物 快银对他表示了感谢 顺便帮他解决了凡人的邻居 Dude there are golems coming for me Okay just give me a village ahead We got one but the golem's protecting it Okay just follow me around the tree And we are going to retrieve the village skull Let's 快银甩开铁傀儡之后 按照配方制作了一枚村民不死图腾 想测试一下也非常简单 村口的保安早就看快银不爽了 Yo golem Oh my dude look at this loop 村民不死图腾触发之后 不仅有名刀效果 还掉落了大量的绿宝石和铁制装备 另外还有快银最需要的金钉 于是迫不及待 立马制作了猪猪图腾 Pickhead to crop ourselves You pick totem So let's put this here And as you can see I now have another totem Which means it's time to punch the iron golem Oh boy 3 2 1 Oh my look 猪猪图腾掉了大量的干草块 和熟猪牌 略训于村民图腾 不过好在快银的装备 都还没有消失 之后又顺手制作了铁制图腾 看起来非常帅气 不过这次要小心一点 Let's just go ahead and hit our golem Okay let's activate this thing Here we go Oh my okay 快银将掉落的铁装备 和岩浆筒一扫而空 然后准备解决掉 帮了自己三次的老铁 看看铁傀儡图腾 会有啥效果 是穿了一下铁傀儡头盔之后 快银没有急于制作图腾 而是把目标 转向了水里 看热闹的鲑鱼 And salmon Come on Come on Give me a fish totem Dude We got a fish head 顺便换了一下时装 合成鲑鱼图腾之后 换个花样狗袋 这次选择高空动机 Okay it is time Let's activate this fish totem Oh my what is this 付出所料 鲑鱼图腾 掉落了大量的小鱼竿 另外 还有两只守卫者 这倒是省了快银 找他们的时间了 Come on Give me a guardian head Please Dude Why a actual fish this quick on last Come on Just give me the guardian head 通过死亡去除 挖掘疲劳的效果 这波太细了 Dude Are you actually kidding 事后接连合成了 守卫者图腾 铁傀儡图腾 和黄金图腾 再找到另一只老铁 帮忙按摩 Okay iron golem Do it Oh my Dude no I died again 黄金图腾 掉落了大量的金子 和附魔金苹果 接下来实验的是 铁傀儡图腾 Do the iron golem totem Let's get killed by an iron golem And activate the iron golem totem I want to be careful though I'm not getting double kill this time Okay 铁傀儡图腾掉落大量铁定 和各种药水 最后一个是守卫者图腾 For the guardian told him Please be good After all of that effort It better be good Okay Bang Okay I see 守卫者图腾掉落大量的鱼筒 唯一有用的一个是一个附魔三叉戟 但快音点击之后 却发现这个三叉戟 叫做远古魔杖 附魔效果也很奇怪 叫做守卫者射线 If I right click it What Oh what is that Dude it's shooting out beams Okay well apparently This is guardian sight Uh does it do more It do tap zombies Dude I literally have like a guardian gun right now This is insane 体验完成之后 快音顺手击杀了一只马 并制作了马图腾 Okay Okay let's just let this skeleton skeleton shoot me until it activates How did it miss I was standing still Dude How You suck This skeleton is the worst skeleton Alright here we go It's about to activate 马图腾掉落了大量的马砍 没啥乱用 于是 刚才的小白 就成为了下一个受害人 合成图腾 快音仔细检查了刚才的掉落物 找到了僵尸马 骷髅马 还有驴的刷怪弹 但是发现 僵尸马 骷髅马 都不能驯服 Okay What about a gun Can I save you Yok 此时苦力爬前来沾边 快音顺便测试一下 小白图腾 小白图腾掉落大量的柄和剑 之后 快音给自己的马 安排了钻石马铠 然后光速远离现场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 绿宝石不死图腾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顺便制作了 小江不死图腾 快音的下一个目标是 绿宝石不死图腾 但是去哪里搞到那么多的绿宝石呢 没错 这个村庄里的村民 又要倒霉了 邪恶的快音老哥 再度降临 江正在做美梦的村民 温柔叫醒 借到村民投炉之后 制作村民图腾 然后通过一发 超高难度的垂直剑法 成功激活村民 不死图腾 这样 绿宝石就足够了 简单的一批 就是比较废村民 之后 按照传统老配方 合成绿宝石 不死图腾 继续花式狗带 绿宝石图腾掉落的东西 跟宝脸遗迹中的战利品箱子 十分相似 快音也是稍微升级了一下装备 另外还得到了一块下界合金锭 手里的钻石又正好可以制作一个钻石块 这样又能得到 钻石不死图腾 和下界合金图腾 绿宝石图腾已经很强了 快音老哥也是无法想象 这两个图腾忽有多离 钻石不死图腾掉落的物品 跟绿宝石图腾大差不差 最大的区别 就是掉了更多的钻石 和下界合金 进入下界之前 快音决定留着合金图腾傍身 之后 建造传送门来到下界 出门就是一个堡垒一进 在赶路途中 先收服了一只猪人 并制作了猪人图腾 不出意外 应该会掉很多金子 I have piglin skull This is probably just gonna give me a bunch of gold But I'm still gonna use it anyway Okay It looks too cool not to be used Let's go Wait what Oh I have feather flooring fool Anyway Yes I found a hoglin Perfect My armor is actually way too insane Let me just like take off my leg And there we go Piglin totem activated We just have even more door 有猪兽还没走 顺便测试了僵尸图腾 会掉落大量的药水 现在金子已经多的用不掉了 之后 又找到下界要赛的猎眼 同样临时借用一下他的头颅 Give me a head Or else 猎眼人没报 倒是凋零骷髅先掉了头颅 随后 Hawk的猎眼人也线上了 合成了猎眼人图腾 和凋零骷髅图腾后 开始测试 Now it's gonna take a bunch of damage So let's just go ahead and hold our blaze totem and I think Yo a bunch of blaze ropes That's actually like quite good How many do I have right now We have 10 Okay Yop that is definitely enough I will take it Okay And then we're gonna let this blaze attack again Now it's time for the wizard skeleton totem 分别掉落大量的猎眼棒和煤炭 这让快银有点失望 交易出足够的墨影珍珠之后 快银返回主世界 出门恰巧碰到了鸡哥墨影人 组团出游 于是快银热情地跟他们打了招呼 This is good Yo there are a lot of enderballs Okay what is this 墨影人图腾掉落了大量的珍珠 和一把传送锄头 What the I can go so far 有了传送锄头快银 很快就找到了墨地要塞 但在进入墨地之前 快银还打算做出红石图腾和青金石图腾 I found some lapins but I don't think it's enough Oh it's mine Okay perfect Now I'm just gonna go ahead and make myself a redstone block And also a lapins This goes here and this goes here Redstone totem This one actually looks so cool And then finally we're gonna beat the lapins one BANG Oh boy These actually look so cool Lapins or redstone first That is the question I think I will go for Redstone Okay let's do this 红石不死图腾掉落大量的TNT 还有红石元件 战利品非常一般 接下来是青金石图腾 Finally we have the lapins totem The final totem apart from the ender dragon one for this video I didn't get anything Wait what 青金石图腾虽然没有掉落屋 但却给了快银一个增益效果 这个效果可以短时间内 为他所有的装备附加各种随机的附魔效果 非常强大 之后来到墨地 喝下药水 吃下金苹果 直接以肉身破坏墨盈水晶 We're gonna start breaking crystals Let's go I have like so much resistance So uh I don't really think there's much of a risk of me dying right now to be honest I have blast protection I think So I can actually just like charge into these crystals and it just won't even work 完成之后 终于轮到墨颖龙了 墨颖龙的头颅 又能做出什么样的不死图腾了 It's so low It's so low Here it comes Goodbye dragon And there we go Let's go dude Look how many endermen skulls are here And we got the dragon head 拿到龙手之后 回到主事件 快音制作出龙之不死图腾 又找到了一个新奇的大法 That's the guardian And here we go Dude 龙之图腾掉落大量的超级龙蛋 附魔抢夺100万和锋利100万 可以秒杀万物 Hit the uh The elder guardian Oh my Look how many fish it's in OK